今天這個絕對是稍微大碗 我看你能帶什麼好吃的來 不是 剛才我要說一下 我們盡重的邏姐 剛才講的是計程車美食 我講的這個是便利商店 24小時的美食 隨時隨地可以吃 他們家是沒有鐵門不打烊的 對 沒有錯 其實兩家 我們之前都有去排隊 但是拍過那麼多 能夠讓我記住的話 我就是非常的不容易 我們現在出來你吃得很飽 你七年換了多少 我站後面一點 七年換了多少 大概有十公斤 你看我之前有多瘦 她還好啦 她這個已經很好了好不好 我以前認識她的時候 她是多麼的英俊少年 現在也還可以 還好就會要結婚了 這些都不是重點 我今天要講的是 便宜又好吃又大碗 在哪裡 對 走過 如果你錯過的話 你就真的對不起這些店家 在哪裡 我的右手邊這個 在我們的南京東路的四段 剛剛那邊 剛剛那個是五段 這個也是四段 跟剛剛的那個雞排 可以說是擦身而過 真的耶 但是從來不碰面 然後左手邊 左手邊這邊 在巴德路 遼寧夜市那邊 OK 飯人都是往遼寧夜市裡面鑽 他是讀書一格 住在遼寧夜市的外面 那兩家我都吃過 不能講店名 我只能透露 他是外島美食 外島 大家可以去找一下現場 我已經去過了 外島不是金門 就是澎湖 就是馬走囉 我不能再多說 我知道了 你一定是你住 我覺得大家要不要先來試試看 OK 大家先來試試看 我覺得大家 右手邊這個牛肉湯 我覺得不得了 這是牛肉湯 你喝下去之後 我跟妳說 通常牛肉湯 我們紅燒的喝了之後 你一定會覺得說 好像擦唇蜜一樣 對... 你喝下去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 它怎麼看起來顏色那麼深 為什麼吃起來那麼的平滑 那麼的樸實的感覺 它看起來 我剛剛以為是什麼麻辣什麼 牛肉貢丸湯 對 我幹嘛 就是牛肉的綜合湯 然後裡面還有一些豆皮 大的貢丸 這個算是在他們的乳味類裡面 而且我再強調一下 這兩家店他們的乳味 賣得比他們的麵還要貴 是喔 等一下 那你說麵是多少錢 真的 這兩個麵都不貴是不是 通常晚上去吃的時候 都已經有點 有點不太清楚了 所以這個一鍋 這一桌可能 不用到200塊錢 那邊35塊 麵35塊 你錯了喔 它應該只有30塊吧 這麵怎麼就這麼厲害 不是 它這個麵 這個也用牛肉湯嗎 35塊 那個麵的部分是牛肉拌麵 牛油拌麵 真的喔 你吃不出它的牛肉 但是它有牛油的香味在裡頭 吳天蘭老師的嘴巴 能夠過得完你的嘴巴 我覺得全台灣嘴巴都過得了 這是豬蹄耶 所以你剛剛是講說 麵便宜 但是旁邊的比較貴 它的小菜還滿特別 它的花乾最有名 它的花乾是最有名的 花乾是哪一個啊 這個啊 這個花乾 而且我看到 它花乾很棒就是因為 它吸了好多的肉汁 湯汁在裡面 什麼叫花乾 不就豆腐嗎 對啊 看起來像豆日子 這個也算是豆皮類的 不算豆皮類 是比較傳統 像我們阿嬤那一代 在家裡自己會做 但是去他們的店裡的時候 你會發現 永遠都剩下一兩塊 你不趕快點餐的話 大家都說 我要... 全部都敲光了 而且我發現它那個辣 真的讓你覺得真的是 不會形容 就是會一下子覺得很嗆辣 但是你又可以接受 那個辣真的是讓你 真的食物加分 很好吃 他們家的辣就是香 但是辣在後面 這很辣耶 這是什麼... 很好吃 哪個 這個是牛肚 這好特別 我覺得這個 等一下可以特寫一下 我覺得外面有很多腸在賣 燕姆這應該是牛腸吧 牛腸還牛肚 牛腸 他有賣牛腸 很難得耶 不好意思... 牛腸 這節目是真的好累喔 不是 燕姆你很厲害 很少人家賣牛腸耶 而且通常牛腸 不是在那個高級的中式餐廳 才會有 不是 這個太麻煩了 這個處理不簡單 這個還有一個蛋包耶 對 好可愛喔 這個是Kingsize的綜合湯 裡面有蛋包 有魚丸 然後還有餛飩 我們等一下可以吃一下它的餛飩 我們就來吃它的餛飩 這個麵是什麼麵 這個麵是麻醬麵 他們的招牌麻醬麵 我自己喜歡吃麻醬麵了 而且他們家麻醬麵選的是那種 細麵不是寬麵 吃寬麵的話 會讓人家誤導說 只有吃飽沒有吃巧 你可以吃到它那個麻醬的香氣 還有一些麻油在上面 它這鮮肉餛飩 它這鮮肉餛飩 它這鮮肉餛飩裡面的肉 真的很鮮耶 這很好吃耶 對 其實你知道嗎 餛飩裡面的肉啊 處理很重要 沒有處理好 就是一個臭臭的味道 而且大家 有時候我們去吃那個餛飩 有的時候會感覺 好像沒有吃到餛飩 只有吃到皮 對 但是你會覺得它是5比5 一半一半的那個比例 這好吃 這水餃是什麼 幫什麼東西啊 怎麼黑黑的啊 這個水餃叫做黑心水餃 真的啊 它裡面除了絞肉之外 還有黑芝麻 兩塊好特別喔 妳會以為在吃湯圓 但是殊不知妳現在吃的是 一個精緻的水餅 真的很特別 我沒吃過耶 就我真的沒有別的地方看過 你知道嗎 我想看看這個丸子 它的福州魚丸裡面 不但會冒出它的那個 新那個湯汁以外 它的福州魚丸裡面是甜的 甜的 就是豬肉其實煮到後來 會散發一種甜味在 對喔 豬肉覺得會有 因為它有肥油的部分 我必須要說 我今天被彥府感動到 我剛剛看完這個東西 我在想什麼玩意兒 不好意思講你知道嗎 牛肉湯就牛肉湯嘛 牛肉湯就牛肉湯嘛 沒有 我要一樣樣試 對 搞個什麼購丸 豆皮的 真的 天然老師 我覺得他真的是 這是美食界裡面的那個 李昌鈺博士 真的很好吃 你看他這個 你看他這個豆包 你看看 都很完整成型 這豆皮多好 我覺得這個主要原因是因為 可能也是因為 它是純手工的關係 沒有 業務 這個老闆一定常常罵 他的那個進貨商 不然你說你這個豆皮 豆皮就是豆漿上面那層皮 對 隨便給你弄不弄 一組又散 很厲害 我覺得它這個黑心水餃 要是配上這個湯變成湯餃的話 真的 我要拿另外一個碗來 而且你說兩家要合併是嗎 我覺得 我覺得我自己是很喜歡吃 紅燒牛肉麵 但是我覺得在外面吃的 紅燒牛肉麵 不是因為味道太重 要不是太油 但是我覺得他們吃下去 會讓你覺得有那種溫潤感 滿舒服的感覺 又不是那種種口味 不得了 有一種漸入家庭怎麼越吃越好吃 我現在把這個黑心水餃 泡上這個黑心牛肉湯 黑心牛肉湯 它就是紅燒牛肉湯 很特別吧 我跟你講 黑心水餃 老闆你一定要跟這家牛肉湯合併 好吃 他們要提一下營業額 看誰要入誰這樣 你們怎麼都沒有注意 人家小黃瓜醃得這麼好吃 有 老師我正在這邊 一直默默地偷吃 你看那小黃瓜 看那小黃瓜 那裡面就看小黃瓜的心 對 那小黃瓜撒一樣 看有辦法出水 小黃瓜選得不錯 它小黃瓜選得不錯 醃得很入味 你知道小黃瓜現在是我的 聖品 是我的零食 越養顏美容 我一吃就知道它好不好 非常好 對 我覺得大家真的有空可以 嘗嘗他們的麻醬味 要下節目地址也好笑 不是啦 它的黃瓜是在哪裡買的 怎麼會這麼脆 就他們家做的 我就是他的燕工 我就是他的燕工 他們也有先抓 他買得很好 用鹽先抓過了 為什麼黃瓜會這麼脆 他買的黃瓜裡面 那個籽就很少 對 這個比較貴 真的喔 原生的汁就比較少 對 好脆喔 買的時候就是香腸 而且我覺得有些味 而且它醃的那個 醃的時間其實也是有差別 如果你太敢的拿起來的話 其實會不入味 真的 你看喔 這是麥克風喔 好 我嚼給你聽 對 很脆喔 好脆喔 真的耶 好脆喔 無解是偷藏脆笛酥嗎 真的耶 好 我們剛剛看了 好多的這個 都比較平民化的 比較銅板美食一點的 巷子裡面的美食 我們下面看到的 是不一樣的 比較豪華版的